嗨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分享 終於又有新的品牌已經開架了 然後這一個是一個泰國的品牌叫ZIN 一開始會發現這個品牌是他們公關其實有 Mail 我然後呢說寄了幾樣給我試看看 然後呢我試了那幾樣就覺得 感覺東西不錯 品質不錯 然後包裝是我很喜歡的簡約但是有質感 所以呢我後來又再買齊了更多東西 然後這樣子呢就至少全品上我都有一個顏色以上 今天就希望來給大家做一個比較齊全的review 首先第一個呢我先用它的這個遮瑕膏 它呢其實有兩個顏色然後我挑的這個是比較自然的顏色 它以遮瑕膏來說它真的算蠻大一管的 它的遮瑕呢感覺質地上是比較濃稠型的那種遮瑕乳 我選的是二號的顏色因為我覺得遮瑕真的不能白 白的話呢就遮不了任何東西反而會透出來髒髒的感覺 喔這個遮瑕非常的好推耶 而且呢遮瑕力感覺很不錯喔 然後質地不會太黏稠 這樣子呢是黑眼圈稍微遮一層 遮一層呢不會覺得眼下乾耶 遮的還蠻不錯的我這個 淚溝這邊再點一層試看看 我覺得遮瑕效果非常的好耶 很好推然後不乾燥 但是呢也不會變成太過霧啊太過卡的那種感覺 眼下是絕對ok的 只是呢我覺得用量大家就是要先擠一點點在手背上 然後稍微用抬 這樣子呢才不會不小心就上太大量 然後呢遮一下這個 比衣飯齁 你看遮住然後再遮這顆痘痘看看 這個痘痘太凸了 我覺得這個遮瑕很不錯耶還蠻推薦的 這個我覺得會變成我的開架新歡遮瑕膏耶 所以第一樣遮瑕呢我就覺得 推推 那接著呢他們有出這個蜜粉餅 包裝也是非常簡約 可是呢我覺得它簡約之餘啊 例如說它這樣子下面的後半這邊 是有一點點半霧感的 我覺得這樣子蠻有質感的喔 然後它裡面的粉撲也還蠻特別的 是這種方形的然後厚厚綿綿的小粉撲 顏色方面呢它有出蠻多顏色的 可是我看到那種新聞的介紹呢 它的招牌好像是這個紫色的 那我另外又再選了一個膚色的 稍微試在手上呢 我感覺它是屬於是還蠻顯色的一個蜜粉餅 然後粉非常的細綿 然後感覺也是不會乾燥又很服貼的耶 只是呢因為它很顯色 我會擔心這個紫色可能會太白 我稍微一邊臉試一個給大家看 嗚嗚 看到它粉會非常好沾起來 然後呢稍微刷 感覺稍微局部擦沒有想像中那麼泛白 再來我試試看這個膚色的好了 用粉撲上呢就明顯感受到它的霧化的威力 它是屬於有一點點遮瑕度的那種膚色蜜粉餅 目前是覺得那個霧化平滑肌的效果還不錯 然後也不至於會覺得特別乾燥 接著呢它們也有出眉筆 而且我很開心它的眉筆有出灰黑色 可惜呢它是後面是沒有眉刷的 所以沒辦法梳理 它的眉筆我感覺是偏 算是一點中上的顯色度 不過呢因為它比較細 所以你看如果這樣子一輕輕一秒一秒的話呢 看起來算是蠻自然的 不過呢我都會覺得像這種比較細的筆啊 適合比較畫美金比較順手的人 因為呢你可以知道你要怎麼樣的細細雕琢 那再來呢就是它們的修容 修容聽說也是明星的商品 然後一開始看顏色我就還蠻喜歡的 是那一種灰但是不會太灰灼型的 就是有點像偏灰的咖啡色這樣 只不過呢它的質地呀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摸起來就是 有點像扮霜狀那種 有點像colourpop的那種眼影霜的那種質地 就是有點滑滑濕潤濕的 那這種質地我覺得很好的好處 就是說你感覺用手上也可以上的很均勻 不會失手 可是呢如果用刷具上呢就會有一點點挑刷具 像我平常習慣用的這一支刷具啊 就會覺得欸要很用力很用力去沾 才沾得出顏色 這個修容的顏色我覺得很不錯耶 你看算蠻真實的 這邊沒修這邊有修 就是因為這個質地啊它好像很不容易失手 真的可以放心的大力沾 然後刷上去也是非常的無痕 你會覺得有淡淡的顏色 但是都不會有那種銳利的邊界啊什麼的 覺得算是一個很不錯耶 很好上手的修容 那再來呢就是它們的腮紅 它其實有三個顏色 然後挑這個我自己覺得最有興趣的 Say You Say Me 然後它的腮紅跟它的修容質地一樣 就是那種有一點點像霜狀 然後又有一點慕絲很滑的 我試試看腮紅刷可不可以沾得起來 超級用力的沾 超級用力的沾很多下看起來就是一點點 但是呢我覺得這種質地也是會讓你覺得好像 特別貼膚 比較不會有粉的那種感覺 然後暈染起來耶呢 也就是特別畫到皮膚裡不會有色塊 這樣子是這個顏色 我試試看用手好了 它這個感覺雖然是 用手也可以隨便就抹均勻的 欸 真的是可以耶 我覺得它們家產品應該是也很適合說 你不用用任何的工具就可以上 那雖然它是有點霜狀 可是呢我用手直接上在我剛剛定妝過的地方 感覺也是不會把那個粉弄起來或是糊掉 還不錯耶我覺得它拿來當補妝應該也蠻適合的 再呢就是它有一顆打亮 感覺也是招牌 但是這顆打亮我也有先試用了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漂亮就是有點像水光 但是呢它裡面有比較明顯的一些亮片啊珠光 那雖然它會讓你顯得很透啊皮膚很光澤 可是呢我覺得有一點點對我來說太顯這種質地紋路了 比較不喜歡 然後它的光澤也是有一點點接近那種銀白色的感覺 算是很明顯的 所以如果你的膚色比較健康 你可能會怕閃出一道白光太明顯 算是一個珠光亮片感偏明顯的一塊打亮 再來呢就是它們的眼影類 它其實有像這種雙色的眼影 然後呢有單色光澤的跟單色霧面的 那它這些眼影質地裡面啊如果是比較偏粉狀的話呢 都是非常的細綿而且真的好暈染 然後又是顯色的耶 一開始我就是用到它們這個雙色的公關品 然後呢才去把所有顏色都把它收起 然後除了霧面色很細綿之外呢 它這個光澤的顏色也是很顯色閃得很漂亮的 那第一個我先試這個單色的霧面眼影給大家看好了 這個顏色我當初看就是覺得它似乎是一個單擦也OK的一個顏色 看得出來它真的是算蠻顯色的 然後呢我拍上去之後呢 往上暈染開 完全暈染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是很好暈染的 然後它雖然顯色它的顏色發色不是那種太過銳利濃郁的那種 你知道我本來擔心說泰妝就是那種偏向歐美一點的 但是呢我覺得它這個泰妝算是柔和的泰妝 這樣子呢它是有點沙漠玫瑰的感覺 就是單擦一層喔 喜歡這種色調可以直接拿它來單擦這樣子 上妝很方便 然後粉之類的真的很不錯 再來呢它還有這個圓形的 然後裡面都是珠光 甚至是有點偏光然後有亮片非常閃的顏色 其中有兩個顏色雖然看起來好像不日常 但是閃起來真的很美麗 尤其是這個一號的顏色我當初也是覺得說 它應該是一個單擦很漂亮的顏色 然後它摸起來是有一點像霜狀那種 非常的服貼細緻 而且呢我記得它雖然看起來像是一般的棕色 但是它其實是有一點沙漠玫瑰色的底 然後加上一點點晶晶的亮片 這個顏色呢也是我還蠻推薦的一顆 閃亮亮然後會溫柔的粉色的眼妝 跟剛剛的那個單顆的霧面比較一下 兩個呢都是單擦就可以有不錯效果 而且這個是可以用手亂露就可以完成的喔 另外我試試看這個不同顏色偏光好了 這看起來很綠 但是呢它其實上起來又有一個咖啡色的底在裡面 然後再閃上那種綠色的珠光亮片 效果呢大概是這樣子 這顆摸起來就跟前面不太一樣 它是有一點感覺那種膠狀的感覺 然後呢我把它疊在後面看看 有一點灰藍色的亮片 然後加上一點點紅棕色的底在裡面 你看它在盤內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刷在手上呢又變成這個顏色喔 完全沒混到別的顏色 還蠻特別的 再來呢我給大家試他們的這個雙色眼影 總共有六個顏色 還蠻喜歡它的包裝阿 就是這種半霧的質地 我覺得比一般那種透明的殼阿 還要有質感 然後它裡面呢 個別都是一個霧面的 一個是有亮片的 有珠光亮片的 粉質一樣就是如果說 它這個霧面的都是很細綿 好暈染 亮的這個顏色阿 都是摸起來有一點點滑滑霜狀的感覺 除了說呢它這個色號的裡面這個 白色的亮片就是比較像剛剛其中一個顏色 就是有點膠水的感覺 比較黏乎乎的 其他呢都是一個很滑的霜霜質地 有好幾個顏色呢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所以我今天決定 全部都上眼給大家看 首先一號的這個顏色 好像算是他們招牌的 沾整個霧面的顏色 然後呢整個拍在眼皮到眼窩這邊 綠色的顏色你可以用手指沾 然後呢你可以點在這個眼褶部分 或者是整個中央的地方 這個是第一個色號 再呢是這個二號的顏色一樣先沾霧面的 這個棕色呢顏色就會比較淺一點 然後再呢就是沾這個珠光的顏色 然後呢一樣上在整個眼褶的地方 這樣子呢是整個二號的顏色 它這個亮片色我真的覺得還蠻漂亮的 就是雖然它是一個很大顆 可是它閃的不會讓你覺得很廉價沒有質感 搭配上這個色調我覺得是走有點 成熟性感還是有點熱情的 再來呢是這個三號的顏色 感覺比較暖一點 那我都用一樣的畫法畫給大家看 這一個顏色的亮片我就沒有那麼喜歡了 感覺有一點點太銀白太亮了 所以跟後面的顏色對比會比較看得出來那種刻意的感覺 但是眼罩呢就是一個很濕潤感的眼妝 再來這四號呢是比較有一點深棕色的搭配 這顆霧面的深邃感是特別明顯特別重 然後呢再疊一下這個顏色 這一個顏色好特別 我感覺有一點點灰色珠光 看起來是比較酷有點實壞的效果 它呢就算光澤色還是有不同質地 像這個四號就是比較偏珠光為重 然後這個三號呢就是比較多的亮片 再來呢這也是五號的顏色 顏色呢雖然在盤內看起來很濃烈 但是其實上上眼不會這麼的極端 感覺上是日常也可以駕馭的 你看這顆顏色的偏光 很特別粉粉然後又綠綠 這樣子呢是五號色的感覺 最後一個壓軸六號是很特別的芒果色 這個芒果色的這個珠光就是有一點點黏黏的 最後呢跟大家試它的唇彩 它的唇釉鏡面的光澤非常的漂亮 我手上這三個顏色就是我裡面看了看 覺得最有興趣的三個顏色 那我們先來試這個601 Lucky 這個唇釉呢是可以這樣子薄薄的擦的 這樣可以抹得蠻均勻的 這樣子薄擦1號 Lucky 它好像有一種涼涼的效果 現在嘴巴有點涼涼的 我覺得薄擦也是非常漂亮 我再厚擦看看 味道有點 不知道是塑膠還是什麼的氣味 這樣子呢是擦厚一點 我覺得它質地很好 不太會黏 然後呢看起來是感覺有一點點滋潤度 但是呢不是那種厚厚一層 在皮膚的外層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整個發色融入嘴唇的效果很好 其實還可以再塗更厚 這個顏色呢我感覺就是一個秋冬很好看的棕紅色 而且呢我發現它不太會染唇 這也是還蠻不錯的一點 再來呢我們試這個4號的顏色 它的這個塑膠氣味也還蠻重的 但是呢我真的覺得整個質地啊 顏色都很喜歡 這樣子呢是4號的顏色 比較亮一點 顏色差重一點 這樣子呢是在塗重一點 那它這個質地呢是一定會沾染的 你看沾染的程度大概這樣 可是沾上去之後呢是還有顏色 再沾一次 就算一直沾 還是會有一個淡淡基本的顏色 但是呢我感覺吃飯的話可能就是需要補了 再來呢我們是最後一個6號的顏色 這樣子呢是6號比較薄薄的擦 有點橘調的紅 這樣子呢是6號護擦的樣子 那最後我來跟大家結論一下好了 整個這個品牌的全品項 我自己覺得最喜歡最推薦的 我覺得會是它的那個遮瑕耶 因為呢我覺得這個遮瑕就是 以開架的遮瑕 然後呢這麼大一管 然後遮瑕的力很好 可是呢連上在眼下都不會有那種乾燥的感覺 然後這個2號的顏色 如果你膚色跟我差不多 它就算是連遮黑眼圈啊 遮鼻翼泛紅都可以遮得很好 另外一個1號色我記得還蠻偏白的 那一色呢可以當作局部的打亮 推推推 再來呢我也覺得他們的唇釉還蠻不錯的 因為呢它的質地就是你可以很薄的擦 它也是可以非常的均勻服貼在嘴裙上 然後呈現的妝效我覺得很漂亮 就像我現在這個是4號 我剛剛一直故意一直沾染之後 剩下的顏色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或者是剛剛那個601號的顏色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漂亮的顏色 不論是薄擦厚擦都好看 就是會有漂亮的光澤 然後發色也是很漂亮很均勻的 然後它呢會有稍微微微的涼感 但是我覺得OK 至少不是那種讓我覺得有唇顏不舒服的感覺 而且呢我還蠻喜歡它不會染唇 所以卸除呢很好卸 可是呢如果我剛剛這樣子一直沾染 它最後還是有剩顏色 所以以日常來說呢我覺得它持久路也還OK 再來呢在品項裡面呢 我自己也蠻喜歡那個腮紅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腮紅的質地啊 它就是很像腮紅雙狀的腮紅 可是沒有雙狀的腮紅那麼的黏膩 或者是那麼的難推開 然後它就是你連手指啊這樣子上啊 都可以很均勻就很方便 但是呢上起來的感覺又是很融入肌膚的 不會有那種粉粉的浮在上面 覺得它拿來應急補妝 或是你不要工具的時候啊很方便 再來它這個修容其實我也覺得還不錯 就是顏色不錯很自然 然後它的質地雖然就是那種感覺是用手啊 隨便亂上應該也不會失誤的質地 可是呢如果你是像我就是會想要比較追求更雕塑鼻子的話呢 就會覺得說它的顏色好像沒有辦法疊得很明確 就是再怎麼疊就是這樣子淺淺的自然的 所以呢我覺得算是應該特別適合新手們吧 在他們眼影呢我剛剛全部試色給大家看 我感覺粉質都是還不錯 如果有喜歡的顏色呢真的可以買過來玩玩看 方塊的霧面的這個顏色 單擦就還蠻好看而且粉質非常的好 就是有點沙漠玫瑰的感覺 這一次我感覺蠻不錯 而且它裡面有附鏡子你就可以直接拿來 快速的用單顆眼影上妝 如果像這種圓形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光澤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自己最喜歡當然就是501這個顏色 單擦就會看起來好像你有疊好幾種眼影質地的感覺 這個呢也是蠻推薦大家的一個日常色 只是啊我發現它這個黑色的啊 外包裝摸起來就是感覺有點絲絨的感覺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像NARS的那種外盒會變得黏乎乎的 所以在意這一點的呢再注意一下 再來雙色眼影的部分啊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顏色我覺得是2號色 對我來說呢深淺就是剛剛好 然後呢疊起來的感覺我還蠻喜歡的 雖然呢它是那種有點像深棕色 但是因為它有那種參差在不同亮片的顏色跳出來 然後感覺不會那麼的無聊 那再來裡面品項我覺得就是還好 想要嘗試的話是ok可以嘗試 但是也沒有說一定要買的 可能是他們的像這個蜜粉筆 雖然我覺得它的霧化的效果還不錯 粉也算細的吧 但是沒有像其他的讓我覺得這麼的驚艷 但是呢也是可以值得試一試 那至於眉筆的部分我剛剛前面誤解它了 因為我發現它後面這個銜接做得太好了 我以為它沒有刷子 但是它其實也是有螺旋刷的 好啦可以刷欸還不錯 不過呢這支眉筆表現也是會讓我覺得 欸就okok 因為現在開架太多厲害的眉筆 它也沒有說到特別的出眾 那最後呢非常意外的這顆打亮 是他們的明星之一 但是呢我不太喜歡 真的覺得說它的整個亮片呢 珠光的質地會讓我覺得 我的皮膚紋理好明顯 因為我皮膚本來就不是一個很氣嫩無毛孔的人 但是呢像這樣子看 遠遠拍也不會覺得怎麼樣嘛 所以大家自行斟酌 ok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開架新彩妝的全品項心得 希望大家會覺得實用有幫助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記得按讚喔 安安 助小鈴鐺 skin 聚部 掰掰 我們的禮かな 我們集了 我們在 sorts的部分